自从上次我把这架玩具无人机折腾的只能离地几毫米之后呢 我就在想 干脆咱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气垫船 得了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个精彩的视频呢 这部它来了 总体上看起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这个地方原本是园区准备建来做个景观的 里面应该会有浅填的水柴队 结果烂尾了 只剩下一片凹凸不平的大理石地面 完美 也不太完美 完美在于啊 它有效的证明了我的这个气垫船呢 跟真的气垫船是一样的 不怎么调地形嘛 是越崎岖越赶上啊 不仅在坡坡坎坎的大理石板子上开得飞快 在我的工作室茅草的地毯上呢 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 有意思啊 但不完美在于它这没有水对不对 气垫船当然也应该在水面上开得飞快才对啊 诶 我想起来了 园区里面是有水的啊 比如 事 咱试试啊 诶 是你个鬼啊 逗你们玩的啊 我这个连电路板都是在裸奔的小玩意儿 怎么能见水呢 让它这么快就变成一次性的 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回去咯 答案 真正的气垫船 在水上飙起来 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 1968年至2000年期间 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巨型气垫船 SR-N4了 最多的时候呢 它能够装载60辆汽车和418名乘客 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跨越海峡 比传统的渡轮节约了整整一个小时啊 被称为是海上的邪和室 也许吧 就是这个名字把它给叫错了 它还真就跟邪和室一样最终落得了个淘汰出局的命运吗 其实原理上 气垫船并不复杂 就是通过螺旋桨或者是涡轮将空气推到船身的下方 利用空气的压力将船身拖起来 使其离开地面或者是水面或者是沙面或者是沼泽面 总之吧 各种的面啊 于是摩擦力减小 就能够在后向吹气的螺旋桨的推动之下呢 快速的往前运动了 正是由于它摩擦力很小啊 所以它通常都能够获得更高的速度 看起来呢 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交通工具啊 可为什么在运行了三十多年以后 海上协和式SR-N4还是最终退役了呢 这简直就没法说了啊 原因居然也跟协和式如出一辙 首先是运营贵 连着这四个巨大螺旋桨的发动机 每小时要吃掉大约3800升的航空燃油 这是在油价低的时候呢 还能够勉强过得去 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油价飙升之后呢 它每开一次几乎都是入不敷出了 另外它维护起来也是相当的不便宜啊 比方说这四周的一圈的裙子了 对了 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气垫船都要加裙子呢 因为它可以大幅提高气垫船的悬浮高度嘛 是气垫船上最重要的两大发明之一 现在气垫船啊 是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夫·科克雷尔发明的 一开始他指望的是英国军方 希望他们能够在他的发明身上呢 看到那几乎无限的军用可能 结果军方只兴奋了一阵子 做完一个模型之后呢 就很快转移到了别的爱好上面去了 没有得到足够资助的科克雷尔 转身找到了桑德斯罗 后者制造了一些相当有名的水上飞机 结果八个月以后啊 第一艘全尺寸的气垫船SR-N1就诞生了 虽然它看上去跟一个放大版的悬浮光盘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却为所有的气垫船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技术 第一个是将空气从四周吹向中间 而不是从中间将空气吹向四周 因为后者更容易让空气从四周溢出嘛 前则相比起来呢 则会将更多的空气聚集起来 从而有效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不仅能够相应的减小发动机的尺寸 还能够把气垫船拖举得更高 从而获得更好的通过能力 此时它已经能够离地23厘米了 但是也是最大的23厘米 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 大概也不敢开到海面上去的吧 怎么办呢 这就来到了第二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了 家围禽嘛 一种围绕着悬浮表面的柔性材料 以便将更多的空气装在里面 于是SRN1的最高悬浮高度 一下子就攀到了超过一米的水平了 漂亮 回到SRN4 在围裙的加持之下 它能够在海浪达到2.5米的情况下 依然畅行无足 对付大部分的天气够用了 但是代价高昂 柔软的围裙极易损坏 几乎每运行一次都需要很多的维护和修补才行 这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都花出去了 实在是很难平衡啊 再加上烂天气海浪远高于2.5米 它只好就被困在港口 出行的稳定性就无法得到保证了 安全性 一次导致SRN死亡的重大事故 和数次有惊无险的小毛小病 也让人们对它的兴趣就越来越淡了 直到最后 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免税店取消了 其实到了后期 运营公司靠卖船票已经是完全收不回成本了 但好在大家都喜欢购物嘛 卖免税品依然能够创造不错的收入啊 勉强还能够维持的下去 这下你连货都不让人带了 那人家就只能断根了嘛 于是巨型气垫船 拜拜 其实也不用拜拜啊 民用的大型没有了军用的依然存在啊 比如美国的LCAC 能够在一辆主战坦克 比如俄罗斯的Zuber 更大更厉害 能够在三辆坦克 他们作为两栖登陆的利器几乎无法被替代啊 当然 民用救援 以及一些特殊应用的气垫船呢 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最偏僻 最恶劣的环境中 肥持着 比如破冰 跟破冰船 通过将自己勺子状的加固船手压上冰面 再利用自身重量从上往下破冰不同 破冰气垫船 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力量 压入气垫船 船底的空气啊 在离开气垫船之后呢 会在水里面产生伪流 而这些伪流在冰面以下传播时 就形成了波浪 波浪会将冰面往上面顶 从而让一整块被顶起来的巨大冰面 厚不住自身的重力 破碎散开了 以此来完成了破冰的工作 诶 是不是又学到了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点赞评论关注赶紧三连吧